嗨,大家好,我是Vera 谢谢大家喜欢我的情声 我最近呢,碰到很大的一个困扰 就是曲目的问题 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希望 获得她想要的那首歌曲的曲目 我也希望,如果我是 我能是有求必应的一个小叮当 我就能够马上变出来 每个人想要的那首歌曲的曲目 可是我不是小叮当,我不是哆啦一梦 所以没有办法满足大家 一人一首曲目的需求 OK,那么讲到这个 Vera Lee音乐交心这个平台 这个频道 我上传的这些影片 就是我的音乐 完全是基于 我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弹钢琴的人 我的兴趣爱好是弹琴 我的工作也是弹琴 我平常恋琴也是弹琴 所以就是记录这个过程的点点滴滴 那么还有就是分享这个过程里的一些心得 倒是没有想过会把Vera Lee音乐交心商业化 甚至要当网红 那么在但是在最近几年 就是收到很多索谱要谱的讯息 就是当然我非常谢谢大家的共鸣 那一开始呢 我也我也想说 就以免费的方式 无偿免费的方式 我就补取 就提供给大家 但是呢 我相信如果各位也是乐手或是情师 或是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朋友 我相信应该也是跟我很清楚 就是说补取需要相当的时间 那么这个对我来讲的话 真的是很大的 就是很大的困难 这个需要相当时间的投入 那么再来讲到就是说 也有朋友啊 发讯息来就是说 那你可以分享 你上传到 上传的这些影片的琴谱 你这些音乐的琴谱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就是要讲 就是我个人消化音乐的方式 那么我个人消化音乐的方式呢 或许也跟一些乐手 也跟我有同样的方式 就是我们不一定是会编无限谱 来消化每一首音乐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消化音乐 那比方说我自己的方式就是做笔记 我自己做笔记 消化每一首歌我就做笔记 那么什么 我的笔记是什么样子呢 我可以给大家看 我的笔记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我的笔记 我的笔记 那么我也我也知道很乱 这个是我的笔记 我的笔记 那么这个笔记呢 就是很乱 对很乱 因为这个就是给我自己看的嘛 那我消化每一首歌曲都是这样的方式 那再加上我在演奏的这个过程呢 我会加入一些即兴的手法在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我没有办法提供琴谱给大家的原因 跟我个人消化音乐的方式有关 那么但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 我从去年11月开始 我已经在着手编写我的钢琴板的琴谱 在这一段期间呢 也有朋友问说 那你有没有编写简谱的琴谱 我没有编写简谱的琴谱 因为我觉得如果以简谱来编这个钢琴板的琴谱 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我琴谱的内容 所以我还是以正式的无限谱的方式来编写我的琴谱 那么接下来就讲到就说 我们正式要谱曲了 正式要谱曲了 那么这个流程呢 我们从消化音乐开始 所以筛选这个曲目是第一关 又要符合大家的需求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第一关 那么接下来呢还要融入这个音乐的气氛在里面 融入这个音乐的气氛 那么融入这个音乐气氛呢 再来还要加上我个人弹奏音乐的风格在里面 再来左右手的编排 配合执法左右手的编排 还要编写和声音高等等细节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一定要来回不停的试谈 然后一点一点的做修正 那么要达到我觉得OK了 可以了 可以端上去端上来 这样子这个过程才完成 那么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呢 少说几十个钟头跑不掉的 那么甚至呢 好几个日夜也是有可能的哦 所以我为什么说 每一次的钢琴板的琴谱端上来 都是心血 都是心血 都是投注了相当的心力跟时间的 接下来我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也有朋友讯息来问说 如果我私人指定的曲目 然后请你来编这个钢琴谱 OK 那么我就要提醒你 就是是否有考量到这个经济效益的问题 当然我也要考量到我的效益 我这么打个比方好了 我们以职业的琴师来讲 就是演奏一个半钟头的这个 在外面演奏一个半钟头的这个终点费 如果以台币来计算的话呢 差不多是近三千台币到六七千台币 这个范围以上来计算 这个终点费 那如果以人民币来算的话 也差不多是五百到一千五百块这个范围的终点费 来以上来计算 所以我这样的一个比方 我相信应该蛮具体的回答了 就是说你要考量一下 是不是符合这个经济效益 好的 那么当然了 我这个Verali的钢琴谱 我也希望也是要以能够达到预期的订购人数 这样才符合效益 我才能够开始编写这个钢琴版的琴谱 那我们的钢琴版琴谱 长的是什么样子呢 我也给大家看 OK 这个是我们钢琴版的琴谱 这是我们钢琴版的琴谱 那么我们钢琴版的这个琴谱呢 用的这个纸张的材质 是很好的材质 就是让大家可以收藏 收藏的 OK 我想我这么一一的回答了这个大家的这个问题 应该很清楚了 这个弹琴的过程呢 对我来讲 真的是一件很享受的过程 而且常常欲罢不能 欲罢不能 那我也希望能够透过我的影片 我的音乐 把这个氛围 把这个气氛呢 传给大家 那么我也衷心的祝福大家 弹琴弹得非常开心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